新立香港公布了它的交股的情况 从这个交股价1.02的水平来讲呢 它的股值呢也是合理的 不过就是它的这个交股的规模方面呢 只是比较小 上倍于其他的同一段时间来 香港上市的股份来讲呢 它就比较小了 另外的一间公司呢 就是这个中国金属再生机缘 我相信在这个环保的概念 还有就是这个非金属回收的行业来讲呢 在现在的市场的焦点呢 也有一个利好的憧憬 我相信在过去一段时间 好像这个资金不断流进香港之后呢 对于新股的投资的细分呢 也有一个提振的作用 我相信它们的交股的反应呢 应该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还有就是我相信呢 它们应该呢 也可以扫住呢 这个交股价的选拼 但是我相信 我们下期的交股价的选择 我们下期的交股价的选择